记者蔡宗勋嘉义报道,嘉义县大林镇中正路路面修补中,行车动线紊乱,经常出现双向车辆征同一车道,显向还生,用路人则有怨言。 对此,县福建设处长林永福说,预计本周完工大林镇中正路是市区进出台一省道主要干道之一,车流量大,之前因大部美工业区放流水管施工,以让用路人员声载道,这次路面哇哇补补,更被骂翻天。 一名无姓民众说,晚上摆的警示标志根本不清楚,真的很危险,流姓民众积称,这条路多开个几次,逼去假训班还好用,因弯来弯去,还不时得和对象车辆征道。 林永福表示,这条路为县复发包施工的大林曼城营造计划即工程案,主要改善中正路两侧人行道年久施修,施工前及施工中因应周边住户陈情而召开多次协商会,也配合停工修正施作方式,目前人行道部分已完工,正针对因施作人行道而开挖部分修补路面,本周可完工。